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视频 这次我们就来聊一下什么是去乌辣 去乌辣也叫华恒辣 它们其实是同一种产品 只是称呼不一样 我相信华恒辣这个称呼大家会更熟悉一点 因为华恒辣这个称呼指向性 功能性会更强一点 商家会更愿意使用 并且大家应该刷到过某些视频吧 就是车辆车漆表面严重受损 肉底划伤都能被商家的华恒辣完美解决的视频 这种划痕刮摊的 钥匙划的、铁丝划的、刀划的这种划痕的料理 咱有进口汽车划痕辣 进口汽车划痕辣 专门就修复这种深度划痕的料理 修复完之后跟你漆面是完全相同的 咱这口辣不分颜色、不分车型 一次性修复永远不再出现 其实很多车主看到这些视频 包括我自己都是把这类视频当作魔术表演去看的 因为视频中很多做法就是违反常理 不符合正常的物理现象 比如像这个视频 底漆都掉了 花蓝蜡居然还能有补漆的效果 感觉这花蓝蜡比补漆比更强大 可以完美修复划痕并且不留印记 简直是新世纪的创新型革命性产品 而事实上 直播是视频上我们做了一些后期的剪辑 让它看起来像完美修复一样 商家仅仅是为了表达花蓝蜡的作用 选择了夸张误导性的手段来作为宣传 误导消费者进行购买 说到底就是为了多卖产品 不管宣传的表现多夸张 正确的认知去乌蜡的话 去乌蜡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产品 首先去乌蜡的功能性就是比较多 因为它是属于多合一功效的产品类型 也就是说去乌蜡它涵盖了去乌 上光 研磨 保护 以及盖纹的效果 当然 每种产品都有它的侧重点 去乌蜡也是一样 去乌蜡最大的作用 最有效果的 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的 就是去除车身的氧化成 去除车漆表面的残留物 恢复车漆原始的状态 最具代表的其实就是白色车漆 长时间不做护理的白色车漆 相比深色系的车漆 都会有更明显的发黄 暗淡无光泽 其实只不过是污染物 附着在了车漆表面上 洗车已经无法清洗干净了 而这时候选择使用去乌蜡之后 整个车漆就会有焕然异性的效果 而去除 淡化细微划痕 基本上只是去乌蜡附加的一些作用 了解了去乌蜡的作用之后 去乌蜡只剩下很多人对它的一点误解 就是去乌蜡含有抛光剂的成分 这让很多谈抛色变的车主来说 就会觉得打一次去乌蜡 等于给车子抛了一次光 抛光对车漆不好 其实各位车主真的可以放下心来 首先无论是固态还是乳状的去乌蜡 都会添加研磨颗粒的成分 否则很难做到有效的去除车身残留物 以及修复细微的划痕 再之后车漆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脆弱 即使在汽车美容店用机器抛光 在标准作业的流程下 车漆都不会有问题的 况且在使用去乌蜡的时候 大家普遍都是用手施工 哪会有这么容易损伤车漆 即使配到小乌龟或者是打蜡机 都不会对车漆造成损伤的 车漆也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脆弱 口说无凭了 大家可以在视频中看到 一块没有细纹的基盖 在均匀涂抹过去乌蜡以后 再擦拭干净 漆面没有丝毫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使用暴力施工擦拭 结果就不一样了 这个就不能怪去乌蜡含有研磨颗粒了 即使你使用不含研磨颗粒的蜡 也是一样会产生划痕的 所以会对车漆造成损伤的 更多的是不正确的施工作业流程 以及手法导致的 那么怎么样安全的使用去乌蜡呢 首先常规的打蜡流程 建议还是需要的 前期的杂志去除的越干净 那么去乌蜡所能对车漆造成的伤害就越小 打蜡的具体流程可以参照之前的视频 如何DIY进行打蜡 在进行去乌蜡施工的时候 手上的打蜡海绵需要多倍几块 这样可以在海绵吸收足够多的污渍时 进行即时更换 避免造成重复污染以及二次伤害 施工过程中绝大部分的车蜡 都是严禁触碰塑胶件的 出蜡也不例外 所以需要尽可能的避免施工到塑胶件 不剩施工到没关系 即时使用清水或是中性的清洗剂 配合毛巾擦拭即可 千万不要让车蜡干固在塑胶件上 后期会导致发白 整个塑胶件就会显得很难看 最后在整车进行去乌蜡施工过后 你就会得到一台崭新的车辆 在经过自己辛勤劳作 看到车漆变得焕然一新 这种感觉是所有施工者 都很享受的一种状态 但是过程也是蛮辛苦蛮累的 所以我个人强烈建议 施工完去乌蜡之后 记得再上一层保护性的蜡 在获得保护性蜡的特性的同时 也可以延长本次的施工周期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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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